冰柜不治冷怎么回事 有客户说他冰柜不治冷 我们去看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冰柜 撕开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好像不凉 但是这个风扇是转着的 这边风扇也是转着的 好 那我们上面开一下压缩机 还有这个煞热风扇运转怎么样 上面就这样子的 这里是一个煞热风扇 你们看 没有转 凹箭波上面有点热热的 这压缩机上面也很热 看这个冷静的气上面 应该被清理过了 这边有个刷子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很简单了 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这个电机 损坏了 哇 这个管上面好烫 这里也好烫 开关关掉 我们直接把这个电机拆下来 其实这冰柜这种电机坏的特别多 它坏了就会引起这个散热不好 散热不好 智能效果就不好 压缩机工作一会儿就发烫 就会停机 就不止冷了 这里线直接剪掉 我们用弯欧表交流档来测量一下 这边的供电电压 站不站 开关打开 然后稍微等待一会儿 因为刚开机 这个机器会有延时 大概等几分钟 好了已经启动 你们看 现在这边有个200伏左右的电压 那说明交流电压是正常的 关掉吧 现在我们直接把这个电机给它更换掉 好了 电机已经给它更换了了 然后呢 这个枫叶也给它换了一个新的 因为原来的枫叶有点变形了 所以说我们整体的给它更换掉 反正这个枫叶也不值钱 这把线接好 可以了 直接开机 好了 这风扇已经占了 压热机也已经启动了 摩托出出管 回吸管也很厉害 这个也有热的 这里有点温热 那就对了啊 看这个风 挺大的 说明这个硬规不值得的原因 就是这个电机生活啊 一换就好 其实这种问题还是挺常见的 这个温度也一直在下降 说明就可以了啊 可以正常这个 搞定